一名六旬庄先生近年来工作时常出现心悸、气促及胸闷等现象 经就医诊断为心房战洞 初期使用药物治疗病况却未见改善 与医师讨论后该以冷冻消融导管治疗 目前状况相当稳定 不仅无需再服用原先的药物 工作时也不需再强忍不适 让他直呼太好了 那我们一般人的心跳在休息的状况之下 大概是60到80跳 那心房战洞其实指的是我们心房 因为病变或者是老化的关系 产生不正常的放电 往往可以每分钟到达300到600下 心房战洞发生率会随年龄上升而增高 据统计75岁以上族群高达10% 之时有心房战洞问题 除此之外患有甲状腺抗净 高血压糖尿病或睡眠呼吸中止症 以及平时作息不稳定 有抽烟酗酒习惯者 也都是心房战洞的高风险族群 心房战洞容易产生五倍脑中风的风险 因为心脏跳得太快 会让心房里面的血液产生不规则的流动 一旦产生不规则的流动 就容易产生所谓的血酸 达到身上的一个各个部位 就产生严重的一个病变 那再来的话 因为心脏血液流动的温乱 与收缩的不规则 就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心脏衰竭的情形 那心脏衰竭是一个 很致命的一个疾病 那有人称它是心脏的一个癌症 也是不为过 根据统计心脏衰竭 五年的一个死亡率 甚至可能可以高达5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我们要比较积极的去控制我们的心房战动 即便已被诊断为心房战动 若发现相关症状发作频率及次数增加 时间越拉越长 或是难以耐受药物的副作用 皆需及时回诊检查 考虑是否进行进一步的介入治疗 那介入治疗 大概目前的主流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热电烧 射频消融的方式 另外一种是所谓的用冷冻消融的治疗 我们会从属溪部 将我们这个冷冻导管 沿着下腔静脉 然后经由右心房 就经由心房中隔 传释到左心房 在四个这个 左心房与肺经脉交界的地方 用这个球囊塞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球囊它会降温 一般可以降到零下60度 以下的一个温度 让这些局部的肌肉产生坏死 这些不正常的电流 就会因此被阻隔 一般根据我们的经验 消融可能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那人动消融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会大大减少手术的时间 病人比较没有那么痛苦 那第二个 它暴露在风险的时间点 也会比较降低 病患经过这些治疗之后 我们会做长期的观察 那有时候三个月之后 有些病患如果它都没有在有发作的状况 我们可以试着考虑把药物都停掉 而不用长期的去吃药控制 它这个心房战斗的状况 事实上 有些患者会因为消融治疗目的在于 破坏局部心脏肌肉 进而对其安全性产生疑虑 江城宏医师表示 不论是射频消融还是冷冻治疗 发生并发症或后遗症的比例都相当低 若患者实在担心 临床上会建议选择治疗时间相对短的冷冻消融 使其更能安心接受治疗 然而每位患者的情况不同 在手术前应与医师讨论 经专业评估后 再选择适合自己的疗法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导